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季节交替知识常见有过敏症状的产生 那么有人会因此鼻塞流涕或者感到不适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医学博士陈刚医生来与大家聊一聊 换季的防过敏一些相关话题 陈刚医生您好 浩飞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呢 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季节性过敏 那么季节性过敏会有哪些表现呢 季节性过敏呢 其实有很多名字 一个我们常听说的就是过敏性鼻炎 还有就是花粉热 还有黑 fever 就是肝草热 所有这些零零总总的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症状的一些 鼻塞啊 流鼻涕啊 流眼泪 会咳嗽 干咳 这些症状呢 都是属于上呼吸道感染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季节性过敏的常见的症状 那么通常是由于对某一种过敏源的产生的一种过敏反应吧 会引起人体免疫蛋白的增生 然后呢 会使得主案的和其他的炎症指标 比如说白森西啊 这些炎症物质的释放 这样的话呢 会产生上呼吸道 主要是上呼吸道粘膜炎症性的水肿啊 或者是难受过敏痒啊 这些症状 我们说到这个季节性过敏进一步的可能诱发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呢 大多数季节性过敏呢 是不会有传染很严重的后果的 那当然如果说长期的慢性的 或者说是有些人的免疫反应特别来的强烈的话呢 可能会诱发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严重的情况就是慢性的长期的呢 会引起上呼吸道粘膜 慢性水肿会引起鼻塞 上鼻甲的肥大 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下呼吸道感染 那么就是所谓的肺炎或者肺病 而且季节性过敏和我们所常见的哮喘呢 是有相通的地方 大概30%的人群有两者皆有 所以说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哮喘的症状 那么如果急性的话呢 那会引起疫情超敏反应 类似于过敏性休克的症状 那么这个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 那最常见的呢 会引起上呼吸道长期的慢性阻塞 蒸发性呼吸性睡眠障碍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产生疲劳 睡眠不好 有时候会引起睡眠窒息的情况 所以说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后果 那么针对季节性过敏 我们刚才也说了解到 有眼睛的难受皮肤或者说呼吸道 那么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比如说口服或者外用药物 遏制这个过敏反应呢 这其实很常见 所以说很多广告可能都会有 那么药店里面有很多就是 over the counter非处方的药物 从我们治疗指南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一开始总是会使用一些 抗阻安的药物 比如说口服的或者是鼻用的 那么常见常用的我们会用 比如说像Carotin 或者像Telfast的这些药物 这些的话都是over the counter 都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当然还有同样的喷鼻的药物 也是可以从药店里直接买到的 那么一般来说这些药物的话 是在发作的时候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如果说单独用抗阻安的药物 效果不太好 会试着去加上皮质激素类的 那些低鼻的药物 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本身的炎症反应 这样的话会使得鼻道通畅 粘液分泌减少 这样的话它会产生一个 比较良性的好的循环 一般来说皮质激素的药物 比如说像Nasonex之类的 有很多 那么如果说有比较严重的 急性发作的情况 那么医生会适当地 开一些口服的皮质激素 比如说像甲鸡强低松龙之类的 那些药物 这是短暂的一个情况治疗 能够在短时间内 把这个炎症反应压制下去 这样的话 炎症的情况就会变得好转 如果这些都不是很有用 那么我们需要考虑 是不是需要合并使用 抗阻瘟和皮质激素类药物 放在一起的治疗 目前的市场上面 比较常见的两种处方药 一种是叫Diamesta 一种叫Ryterous 这两种药 都是配偶了皮质激素 和抗阻瘟的低鼻液 那么这个的话 因为两种药物在一起 效果就会比较强烈一点 我们现在知道 阻瘟是产生 一型过敏反应的主要的 趋化因子之一 当然除了阻瘟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白三锡 在炎症反应当中会产生的 那么所以说 现在有一部分用于哮喘的药物 比如说像Montelukas 它是专门是白三锡受体 结抗剂 这个的话 现在也用于季节性过敏 特别是小朋友 季节性鼻炎的治疗当中 那么在奥大利亚 这个过敏 它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地区的变化 或者感染疾病的原因 造成季节性过敏呢 其实季节性过敏 是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特异性的概念 它其实不在于季节 它在于我们的接触 主要是我们人体 每个个体 对于不同的过敏源 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大多数人可能 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说我们不会产生 什么鼻炎之类的 但是五分之一的人 他可能会产生过敏 所以说有一部分人 可能随着年龄增长 会我们说是长出 这些过敏的情况 那么但是很多人 还是长大以后 还是会产生这些 季节性过敏 或者是对某些原因 过敏源产生 免疫反应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地区来说呢 有些人可能移民到 比较干燥的地方 他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变化 所以说随着地区的变化 当然他的 有些人以前在自己的国家 他可能没有任何过敏症状 然后到了澳洲之后 他反而因为花粉 或者其他的接触 他反而会产生过敏 这也是有可能的 感染疾病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感染疾病的话 这就不是过敏的原因了 这是一个炎症反应了 那么是由于 比如说像病毒 比如说像甲瘤 或者说是那个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 这些 这些的话会产生 呼吸道的敏感 会产生呼吸道 在某种某段时间内 或者是感染以后 会产生过敏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 他会在定的时间内 会反复的发作 所以说病毒有时候 也会对积极性过敏 产生一个诱因 那么综合这种情况来看 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普通人 应该如何预防 积极性过敏呢 好的 首先就是说 一般有家族史的人 比较容易产生 过敏性鼻炎的情况 或者说化粉热 应该说是 有点防不胜防的感觉 那么其他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预防的 那些措施的话 一个就是说 保持室内相对来说的干净 那么粉尘之类的 如果能够尽量减少 我知道欧洲大多数的家庭 喜欢铺地毯 地毯的话呢 如果能够经常清洁的话 会比较好 因为地毯本身 它有里面产生细小的毛 那么这个会对上呼吸道念 我变成一种过敏源吧 那么然后的话呢 对于那些比较易感的人群 一定的保护措施 比如说口罩啊 或者是戴那些反护眼镜啊 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说 是因人而异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这么做 或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效果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对于比较容易感染的 易感的人群 特别是有些人是 只有上呼吸道过敏的症状的 那么能够在 特别是工作当中 或者是特别要去接触那些情况的话 戴口罩 另外一个话 很容易在大风或者风暴来临之前呢 会产生风暴性的那些过敏反应 那这样的话呢 在这些风暴闪电的情况下面 能够最好避免去那些比较广阔 开阔的那个环境下面 因为这样的话呢 风暴引起的暴风风封城的话 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所以说对这样一部分人 尽量减少这个接触 不是说所有的人 需要在大风来临的时候 或者风暴来临的时候都需要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比较易感的人群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婴儿婴幼儿期 能够尽量的增加母乳喂养的时间 尽量的延迟 一元性蛋白质的接触 比如说像牛奶啊 花生啊之类的 最好在一岁以后才能接触呢 相对来说可能对于 人体的超敏反应 可以延缓一些 至于也已经有过敏性鼻炎 或者说黑肥味的朋友呢 那么我建议就是把 喷鼻类的药物 能够配备比较齐全 那么在一旦有发作的情况下面 就能够口服 或者是喷鼻啊 或者低炎 那么最好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就是action plan 就是allergic rhinitis的 那个action plan 这个叫做 叫做行动指南 或者行动计划 这个在哮喘当中 我们是有一个很完善的 哮喘的行动计划的 每个哮喘病人 我们作为家庭医生 都会给他们开 那么我觉得 对于严重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 可能有一个行动计划 也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如果说 比较严重的 像类似于过敏性休克 当然这个 在没有过敏性休克 病史的病人当中 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少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使用 那个肾上腺素的急性治疗了 那这个的话 在以前SBS做的节目当中 关于过敏性休克 我讲过有关的内容 但这个一旦发生了以后 那就会需要紧急的到 急诊区治疗和抢救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成刚医生 为我们做出的耐心讲解 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浩飞 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 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sbs.com.eu 前写杠Language 前写杠Mandarine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